埃隆马斯克与同一个女人结婚又离婚两次 支付给他超过2000万美元的和解金 他说埃隆马斯克是完美的前夫 并愿意第三次嫁给他 埃隆马斯克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也是SpaceX和特斯拉公司背后的企业家 有着多段婚姻和昂贵的离婚史 他甚至与第二任妻子女演员塔卢拉莱莉结婚又离婚两次 他与莱莉的关系始于2008年 当时他们在伦敦一家酒吧相识 两人迅速求爱并于2010年结婚 第一次婚姻于2012年已离婚告终 马斯克在X上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发帖称这是令人惊叹的四年 我会永远爱你 有一天你会让某人非常高兴不要错过 马斯克和莱莉于2013年7月再婚 但复合也是短暂的 最终于2016年第二次离婚 莱莉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反思了他们再婚的决定 承认他们的选择很奇怪 他说 我想再婚的原因只是因为结婚后未婚在一起感觉很愚蠢 我们说 这是我的丈夫 这是我的妻子 哦 等等 不 我们不再是那样了 我们最好再次那样 他还将马斯克描述为完美的前夫 莱莉在洛杉矶向这对夫妇申请了第二次离婚 据报道双方同意友好结束婚姻 马斯克此前曾于2014年12月提出离婚 但几个月后撤回了请愿书 尽管他们的婚姻经历了起起落落 马斯克和莱莉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偶尔将对方视为朋友 还值得注意的是 在最终提出离婚之前 这对夫妇已经分居6个月了 在离婚诉讼期间 他被问及是否会第三次嫁给他 他回答说 我的意思是 永远不要说永远热门 您问 我们回答 靠100万美元投资的利息生活 可以支持我的退休梦想吗 尽管他们的婚姻结束了 莱莉仍然对他们的关系保持积极的态度 肯定了非常深厚的爱和联系 根据独立报2022年的一篇文章 他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关心我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幸福的地方 我们彼此都很好 这真的很好 我对他怀有最深的爱 埃隆马斯克和他的第一任妻子 贾斯汀马斯克之间的离婚 涉及重大的财务和解和安排 贾斯汀马斯克获得了一份巨额离婚协议书 其中包括600万美元现金 马斯克所持SpaceX10%的股票 以及一辆价值20万美元的特斯拉Rodster汽车 最初 贾斯汀马斯克要求每月8万美元的赡养费 和200万美元的现金 马斯克首先提出了80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但贾斯汀拒绝了 并坚持拥有他的公司Tesla和SpaceX的部分所有权 这是在法庭上诉失败期间 最终 和解协议包括2000万美元 他还支付了贾斯汀马斯克在此案期间的律师费 据报道 埃隆马斯克每月为前妻支付2万美元的费用 包括衣服和鞋子 这是在为具体说明的赡养费金额之上的 这对夫妇还分享了5个孩子的监护权 而埃隆马斯克则承担了他们保姆的工资账单 据报道 他每月还寄给前妻约2万美元用于购买衣服和其他非必需品 这是当时最昂贵的离婚协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对Just做出的持续财务承诺 成长的同体的原则 都全ston了 并ロ str经联即将 阴